嗨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今天呢我们去做一期回顾 那么就是关于前面两天我去做一期节目 就是关于Pi的项目方去关线了 那么就是我们要的这个线路图它来了 那这个下面我看到有很多的评论 那么这个评论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一个观点啊 那么而且这个观点有很多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今天做一个这个评论的回复吧 那么在整个做评论之前 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态度 那么对于Pi Network这个项目呢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希望它成功了 而且的话我在Pi的这个上面呢 去付出了非常多的一个实际行动 也去付出了非常多的一个经历 所以我首先来表明我的立场 我是非常希望Pi能够去成功了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 对于Pi的这个认可来讲的话 我认为短期以来的 它不可能给到大家一个太明确的一个态度 或者说呢短期以来的 它是让很多社区里面的人去失望的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啊它又是可以成功的 那至于它是大成还是小成 这个不太清楚 但是能够确定的是项目方呢 肯定是会让它成功 那么然后呢就是说 关于它的时间节点 到底什么时候是长期 什么是短期 那我指的短期是按照月来算的 按照月比如说啊 这六个月或者说这十二个月 它怎么怎么样 但是按长期来讲的话 它就是按照三年五年 甚至是十年的一个角度去看的 所以Pi Network的项目呢 它要去搭到项目方本身 自己的一个愿景呢 五年为一个单位来去计算的 可能就说最后达到它最终愿景的 可能是甚至是几十年之后 那么今天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评论当中 就是我们讲到上一次 给大家讲到说项目方去官宣它的一个路线图了 那这个路线图当中呢 我牵插的非常多我个人观点 以及我对于它的一个剖析 那整体而言的话 我又看到我一篇节目 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又发现我没有太多过激的地方 或者说我说到地方 有太过于去黑项目方 没有的 我实际上看到我做的呢 还是算是比较去克制自己的 但是呢也有派友去说 我这个是挑刺 或者说我就是在黑项目方 那么我首先说一下 在我的以往的节目当中 我对于项目方的了解呢 从他的一个做事风格来讲 对他了解还是蛮多的 所以说我在预测他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八九不离十 所以说我认为这次我的预测 也应该会八九不离十 但是也有奈何也有派友呢 他觉得不认可我 他就说你这个就是黑派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大家下面的一个评论吧 那么这个评论当中 首先有人就说 这个还是什么KYC都没过 所以说我们还在做梦 什么他路线图都是扯淡的 那么还有派友就说 我每天都在这里叨叨叨 首先我说一下 我为什么每天在这里叨叨叨叨叨叨的原因 就是说我原来想的是 我至少还是要一直做下去是吧 那至少从目前来讲的话 派呢确实让我们社区里面 能够去聊的话题 不足以去支撑每天的叨叨叨 所以说每天的叨叨叨的过程当中 叨叨叨叨的讲到东西来 很多都是废话 所以说我在今年我可能会坚持完 那么在今年之后呢 我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或者说是再看当时的心情了吧 那么好 下面还有个派友就讲了说 有没有路线图不是很重要 因为他们随时都会改 那确实这个派友也说的比较到位 因为派呢项目方来讲 他以前说讲的一些事情呢 他有在中途的时候 他会慢慢稍稍的一点一点的修正他 那项目方他不会说 今天我承诺你什么 明天我突然间把它给否决掉 他不会这样 他是慢慢的修正修正 所以说他会改他的 那这个派也应该是加入派 比较久的一个时间了 那么下面这个派也就说 这是派的核心团队 惯有了谨慎和负责任的决策 那么他们说的不太明白 是吧 这种路线图说的不太明白 那么他是负责任的 那么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那好 下面还有个派就说 到底在失望什么 就是问我们到底在失望什么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先复来讲 我这里讲 社区里面可能会失望 会让大家去失望呢 就是说提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那么有的人期待是今年上主 有的人期待的是明年314上主 那么我这期节目给大家讲的是说 这些呢 都会成为一种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今天先去给大家打预防针 那么到那天到来的时候 他确实没有上主 大家也不至于说 那么的失望 是吧 那好 下面还有派就讲说 那叫忽悠路线图 那么把派友当成傻子 那其实这个派友也看到 他说这个项目方给出了这个路线图 他肯定就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那下面还有派友就是说 之前说的这个KYC 又没有结尾了 那么当时还讲了说 大面积的KYC 还讲了说中文区 单独拎出一块 那么适用于中文区的这个KYC 而且呢 发了中文的一个文字 所以说当时呢 大家还是比较热情了 现在看来 好像就是说 有已经烂尾了 那现在下面还有派友就是说 之前说的 每个月的一个进展报告 那么出了三期 现在都已经烂尾了 就没有再去更新了 那么首先 不知道是项目方 他没有这个精力去更新 还是说 他确实就 没了什么想去再聊的东西了 所以说他就不聊了 不再聊这个项目 每个月的一个进展了 或者说每个月一次的黑客马拉松的 一个获奖站 他其实还是在更新 只是说 他中途呢 是跨了两个月了 以前是 第二个月就更新 那么第二次呢 就是跨了一个月在更新 那么第三次呢 是跨了很久才更新 那么现在呢 我们没有看到他的一个更新 那不知道这个月呢 他会不会再去更新 上一次的一个黑客马拉松的 一个获奖名额 或者说这些项目了 这个下面一个派家就说 他对于我的一个质疑了 他就说 你不是在未派富人 你是在未派添乱 怎么说呢 他说你想项目方怎么做 想让你知道符合你的心意 这是不大可能的 你说的话 特别是在误导大家 派是一个伟大改变历史的项目 成功需要漫长的路程 相信的跟得上 不相信的换下一班 不要每一次都去说别人 我见过太多人了 他们总是说 这是很简单 那是很简单 这样很好做 那是很好做 那么站着说话不要同 最后这个行业干不长久 就是太自以为是 总爱说别人 真正未派富人了 就不要把自己说的话 不好的话 展现给社区 那好 这个派员就说的比较清楚 他就说 我把负面的信息 传导给了社区 那么不应该把负面的情绪 传导给社区 其实我因为这个派员 我单独去看了我的节目了 其实我看了我节目之后 我就不知道 我在哪些地方 说的是把不好的信息 传导给社区 是不是说我认为派的这个项目方 没有给出时间节点 那么是不符合社区的心意 是不是这句话 把它传导给社区之后 社区里面不满意了 还是说哪一句话 我不太清楚 我到底哪一句话是 不好的 或者说哪句话是站着说话 不腰筒的 然后没有把它传达到位 那所以还请这些派员 去进行跟我指证 或者说把那些 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你认为不对的地方 你把那个时间点说出来 我去看看 是不是确实我有问题 我会以后再去做改正 那么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 在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 派员 我们去看到它 确实从项目的角度来讲 或者项目的愿解来讲 它是属于一个伟大的 改变历史的项目 那么它是在改变历史的过程当中 它是否是说 应该和社区当中保持一定的透明度 如果说你认为说 我们是一个企业 我们是一个传统的企业 我们要保持机密性 或者高度的一个保密性 那我们就当然就 这个就另当别论 但是作为一个区块链行业的项目来讲 那么并且派呢 也是打着一个区块链的一个 项目的一个走法 然后还打着外部山的一个走法 那我们是否是 应该就按照这个区块链的规则 或者说这个外部山的规则来讲 要不要看看你的这个透明度 是吧 所以说我们不能应该说是 闭门造车 或者说在一个黑步之下 我们所有的先锋都不知情 再蒙着眼睛去做事情 那我们知道的 以后派还要成立他的一个倒组织 或者说自治组织 然后去治理我们这个整个社区 那么他这个权力是 未来是肯定要下放的 那么在权力下放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不能去看看这个项目方 你应该做了什么东西 或者说 这里面涵盖有什么技术 甚至说我们连时间都没有资格知道吗 那这是我们社区里面想去看到的 那所以我就不太知道 我为什么会是去误导大家了 那么不知道是 但是我们误解了项目方 那么或者说确实是我们不太懂区块链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好 下面还有派员就说 他都是在拖 一拖再拖再骗 那么还有派员就说软的 那下面还有派员就说 笨蛋才会申请QSJ成为非法项目的嫌疑人 那好 这派员其实他对于派来讲 已经比较失望透顶了 可能是比较失望透顶了 那好 下面还有派员就说 没有时间表的路线 项目方已经说了 这是先打预防针 那好 这里面我想说一下 就是派的项目方就是 不给大家时间接 他为什么分成两个版本 是吧 他分成两个版本 其实就是为了去给社区打预防针 那么第一个版本看大家反应 第二个版本再去说明一下 是吧 那好 下面还有派员就说 他连Bain Network都当不了 因为他没有通过KYC Bain Network都已经通过KYC 其实就是密封闭 那其实密封闭来讲的话 它不是一个公链项目 你说他有没有潜力 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是吧 那好 下面还有派员就说 反正主文是不可能主文的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好 下面还有派员就说 项目方是不敢给中国区去映射的 那这个不敢给中国区映射呢 其实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中国区其实很浮躁的 如果说跟中国区进行映射了 大面积的映射的话 肯定会迎来新一波的这个热点 不管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它肯定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热点的 然后下面还有派员就说 这是画大饼 那这个派员就说所谓的V1版本和V2版本实际上可以一次性讲清楚的 何必分成两次不明不白的模糊表达呢 总之就是拖拖拖不讲重点 开源组网的具体内容实质的时间呢 他不会去讲了 拿矿工当作字 那好 下面这个有个派员就回复了 他说这所谓的限度图就是安抚前段时间管理的机体上述事件 不会有失智性的人们想听的那个时间节点 限度图早就在白皮书里面讲过了 这样看来明年上半年大概率不会开放式组啊 突然觉得明年都不太有希望 这就是计划经济里面去玩 那么很有可能把自己给玩死 那好 这里我就想去补充一点 那这里面的一个V1版本和V2版本呢 就是我刚才讲到说 V1版本其实就在测试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个反应 我发一个东西出来之后 我看一下社区里面到底什么样反应 那么对V2版本呢 就对于V1它这个里面进行收集嘛 收集我们这社区里面反应 它可能会做出一些一个调整 或者说最后总结一下它的一个表达 那其实我认为的是V1版本和V2版本 在这次的一个限度图更新的时候呢 V1版本更新出来之后 就是社区发力的时候 那么社区发力什么 就大家呢 社区里面团结一致的去 at项目方 或者在下面项目方的这个 关心出来的一个内容下面去发帖 或者说留言 留言让项目方去看到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时间 那么把这个时间翻译成英文 把它标记出来at项目方 其实我们更多人想知道是一个时间节点 那你说是五年之后也行 或者三年之后 或者十年之后 那至少我让我们知道有个时间期限 我们好去做自我的一个打算 那如果说项目方觉得这个时间不好去安排 那么你可以把它放宽松一点 是吧 那比如说三年可以跑完了 那你就说 我们要花五分年的时间 那你提前完工了 那我们社区里面的人可能还会开心 是吧 所以说对于社区里面的人来讲的话 知道时间节点是方便于他们的一个类型的成熟 第二个呢 对于那些做生态的人是方便于自己的一个计划 安排他的资金 那么这些呢 我们社区里面其实是有权资的 如果说我们连这点权利都没有的话 那把我们这些先锋当成了什么 是吧 所以我们认为啊 应该是要知道一个大致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关于这个线路图安抚这个社区管理的这个事件呢 我认为这个派有说的和我的这个观点 基本上差不多 因为上次的这个机体事件就说 这些我们的一个前面的一个社区管理者 是吧 那么他们进行表示了 我们不想给这个派的项目方去玩 或者说我们认为啊 派项目方不把这个社区当一回事 那么他们表示辞职 表示去抗议 那另外一方面在核心团队本来的一个内部呢 已经也出现了这种机体的事件 就说我们还是要说要不要给社区里面一些交代 那么其实对于实际上掌权的或者掌舵的人呢 就是尼古拉斯博士 或者说是范城调博士 他们在掌舵 那么后面我们所看到这些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 他们都是以一种招聘的形式 或者加入的形式去加入的 并非是说大家是平起平坐的 所以在这个圈子里面 它更像是一个集权化的 所以所有的一切呢 都要向项目方的两位人去传达 尼古拉斯博士和范城调博士 决策权在他们手里面 那么所以这些内部的人员 想去表达出他们的一个观点 或者说抗议呢 那么通过他们的集体事件 那么通过他们的抗议之客呢 项目方肯定也想说 这个好不容易扯起来团队 我们不可能让他垮掉是吧 那好 就为了你们给我提出意见 那我还是要动起来是吧 我动起来 我就去做一些事情出来 那做了这个事情呢 又不能去影响到我本来的一个计划 就是说继续去磨灵两口了 所以说我做 但是我依然做一个磨灵两口的事件出来 一是把核心团队里面的人呢 去安抚到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社区里面的模糊概念呢 依然是模糊的 那这就是关于这个派友可能想去表达的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呢 我觉得我也比较赞同的 就说项目方也想把这个自己的核心团队给稳固住 另外一个呢 也不想这个社区里面的人呢 知道自己的一个事情太多吧 那好 下面还有派友就讲说 这个父亲两个比较嚣张比较霸道 那么他们把小黑排挤出去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个里面的一个官司呢 我们看见的是说 现在其实还在进行当中 当然有人就说 他们其实已经9月份了 已经和解了 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会测速 那实际上我们从他们的那个网站里面去看的话 实际上还是没有做的 我不知道这个美国的法律 他是怎么讲的 或者说他这个更新是不是慢了一点 那真正的 我们还是要等到12月份之后再去看 好吧 那好 下面还有派友说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等不及 那么没有到组网的时候 自己已经死掉了 那好 还有派友就说 感觉我是在挑毛病 只要项目方在做事 就证明这个项目还是有希望的 这次的一个表述当中 有很多派友就说 我们是在刁刺的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批判性的思维去看待派的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要看到派他做的过程当中 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认可他的 哪些是值得我们去鼓励的 哪些是有缺陷的 我们应该是预防提前知道的 那么其实你说我这个挑毛病呢 其实也站得住脚 我确实有在挑毛病 那么在挑毛病的同时呢 如果说这些派先锋 如果说知道了 那么在我的下面去看到这些情况之后 知道可能未来派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之后呢 那么其实大家心里面有个底嘛 也不至于说是突如其来 那么看见派一枪热血都跟过去 你看他好牛逼啊 好厉害了 你看他先的图又更新了 你看我们又要去迎来一波重大的利害了 但我们回过头的时候一看 其实并没有给了我们什么实质的一个时间 是吧 或者实际的一个路线图 那好 这样就是关于这个派友所讲的 那另外还有一句说 关于有派友就说 他是哄小孩的 说了等于没白说 那好 下面还有派友就说 项目放的这个程度 就像天气预报的一样 随时都会在变化 是没有一个确定的 其实整体而言的话 社区里面讲 通过我这个频道里面看的话 有很多的派先锋呢 是比较了解这个派的项目方 现在的一个状态的 或者项目方去发布公告里面 他的一个具体性格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也有关于很多这个比较热情的 或者狂热的派先锋 那么他们呢 肯定是反对我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么只要讲到派一点不好 他们都会抨击的 那至少来讲的话 我在这次的一个评论当中呢 那么看见了大多数的人 还是比较温和的在去提这件事情 那么我呢 也会去慎重的考虑 我所讲的东西呢 是否是有一定的道理 或者说我去预测呢 是否是按照有一定的逻辑的 那么我们呢 也是尽量想去把这个事情呢 包到给社区里面的人 让社区里面的人呢 更加去了解各方面的一个声音 那么我呢 是作为一个自媒体人 那么自媒体人呢 他所讲的话呢 他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权威性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当成一个个人的观点 或者不同的声音 那比如说你在了解派的时候 你肯定不只要去看我一个人的说辞 你要看一下很多人的说辞 大家的说法都不一样 那么最后你来融会之后 你来总结一套适用于你的一个逻辑 那么这来才是利于你在派里面去 走得比较长久 那么同时呢 在以后的加密货币圈 或者整个区块链行业里面呢 也是要这样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要倾听不同的声音 融合自己 不能只听一种声音 那好 这样就今天要去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观点 和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说你有其他不同观点 或者意见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么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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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